在进行了必要的防护 并且在听取了来自东京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 对多核素去除装置的说明之后 我们来到了今天唯一可以进行出镜的地方 在我身后的这个蓝色的管子 在后面的那个设备呢 是将海水和核污染水进行混合的一个设备 在混合了之后呢 整个要排出的水将会通过这个粗的蓝管子 最后再通过一公里的海底隧道 那么排到大海里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5号机组前面 那么基本上最后的海水排出的设备 都是聚集在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手里拿的是一份来自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 那么主要是核污染水处理系统的示意图 在采访的过程中 东京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反复地跟我们介绍 在核污染水排海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有多重应急机制可以立即停止 那么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他 那如果核污染水排海出现了问题 他们有没有考虑过核污染水排海以外的其他核污染水处置的方案呢 然而得到的答案是 他们除了核污染水排海之外 没有考虑过其他核污染水处理的办法 总台记者和新磊日本辅导报道